希斯終於破滿局 今個星期六和潘頓合作 又一匹在沙田草上飛 一出即成 杯賽場合雷神勁駁 潘頓就幸運快車 難道好像剛剛星期三一樣 一驕傲來 各位朋友 明天有馬跑 記得明天播星期六 通常都是禮拜日 今次的賽事有什麼特別 Kitty 今次的賽事除了跑星期六之外 不太夠時間做功課 用A加三的跑道 A加三跑道 其實傳統A加三跑道 都是內蘭前置的馬好一點 不過今次未知會不會壓地 因為剛剛四周三都沒有壓地 還有兩場泥地的賽事 經常都說泥地爆冷 有時是尼亞外面 有時是尼亞外面 泥地賽事 已經排了二百場 排了一六五零米 我們等會都會跟大家拆解一下 都比較特別 就是三天有多寶 都有兩期沒有人中的 三天有五百九十二萬的多寶 上次未必中得曬 所以都挺好分的 差不多六百萬 算下大家想一想它 星期六是不是更多冷門的呢 都可能是 不過我們看看 究竟有什麼退出保入馬 五場三號閃電俠推出了 保入馬派是威力得得 其實是無險冬 另外停賽才有蝕恩和馬雅 究竟是不夠時間做功課 讀得比較少 容易爆冷 還是賽果難計呢 我們等會都要和大家計算一下 是不是都要先拆好 你也知道 吃拆的嘛 我還是夠時間刨了一半而已 剛剛 已經要交功課 你知道 所以這次選了就是前面那一節 第一、第二和第四場 和各位研究 我們先看看頭場的報名表 排位表 四班一千米草地的賽事 鋼斑馬是一號的萬里飛字 鋼斑找到蔡明少 其實之前在直路賽都有一點點看 另外初出馬一抽 四、五、六、七、八、九 都是初出馬來的 當然剛剛說過了 草上飛C-閘挺好的 大家可能留意這隻 不過報速又怎樣呢 不是很多快馬而已 預計那隻草上飛都不會慢的 這隻馬怎麼會慢呢 比較快的馬我預計 結合了那個檔位形勢 那隻龍藤飛翔 八卦 還有玉樹林峰 這些都會快的 數上飛當然了 這隻是否一起步帶出來就不知道 不過他都是快得很交關的 算了大步 他不是斑步快 他是大步的馬 還有乖巧那種 萬里飛子應該沒有那麼前掛 萬里飛子都快的 不過他快了效果不好 所以我預計他排五檔未必搶 他快的 但他的效果不好 不要那麼傻 每次都放在前面回來都沒有 那麼你都要轉一下變招 是吧 是 降班都是這樣說 是吧 是吧 只是猜而已 或者他 有他有他快了他就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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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正常步速 都有些快馬的 都多坐出馬 半場新馬賽 是呀 新馬最多惡馬就是希斯 這隻草上飛 我們先問潘頓 聽他說 他當然不會給你任何信心 但是如果你看這隻馬 草上飛在澳洲市大閘 他都很厲害 我們不能拍出來 看了不妨轉載 說給你聽 他七隻馬市大閘 在那十幾組賽事裡面 就是市站 十幾組市 他就是時間最快的 贏了那些對手和市的對手 就是七個馬位 按住一條街 跟著去跑 第二隻就說 輸給他七個馬位的那隻馬 原來一出就贏了 在澳洲 他的時間就比同日快的那些 跑開贏的那些馬 所以算下去 質素應該很不錯 所以這隻馬來了這麼短的時間 試了三個閘 其實已經拿起來了 他不需要拿到十足 他以後還有很多路要走 還有很多草上要飛 是否這樣說 我們先看看他在香港試草地的貨閘 這是G布仔 所以是綠色布 你看到潘頓也沒有怎麼騎下去 旁邊那些是必跑得 都是一些PP 你說對手很厲害 就不是後面有隻公頂 但時間很快 五十七個多 五十七秒多 就扔掉後面很多馬 輕鬆地放回來 好 這個就是泥閘 很多馬市泥閘的閘 有時候也要留意 這隻馬的翻步不是太快 但是大步 我喜歡這隻馬的型格之外 還喜歡它的尾巴 很濃密 很長 還有你看看這一副泥閘 和什麼馬市 當然 黃蝦黃 還有神之水滴 完全是那些什麼舊馬 所以你看名次就說 第六回來 其實都不是說差很遠 這個最後在草地那裡再彈一彈 在尾巴那裡那隻 你看看草上飛 很大步的 出腳低這些馬 有速度 很乖巧的 很乖的 你再看看 大閘自己都肯托上來 都不急 這些貨條都這麼慢 最近因為天氣的關係 很多馬 免得不急著水 都剪了毛 所以你不要說買 又很柔潤 很多馬的模式不柔潤 除非 不過我們寫馬經那些 不管理由不柔潤 他都照樣寫的 有些都不需要看就寫的 不過我相信那隻馬 都不需要十足 看看究竟靠質素 可不可以 贏到這些馬 因為很多都是寶寶馬 有些舊馬 我們都會選一下 那先看一看 你的數據 對了 希斯和潘頓 一個數據先來 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那些 緊張大師 很厲害的 家應精神那些 原來潘頓大衛希斯 上季至今初出馬的成績 各一半 有八隻 有四隻都是冠軍 有四隻落底 落底的那些馬 其實都 大家可能都感覺到 通常沒有什麼支持那些 那些 那些票可以移動的話 譬如馬力街 衣貝那些 都是落底的 譬如很多支持那些 緊張大師賣到十幾元 就真的會贏 到時我們再觀察一下 草上飛究竟那些支持度是怎樣 那不是很糟嗎 到時只有十八九元才會贏 沒有什麼行 不要緊 最重要的 我們要找膽 我們要找膽 希望有隻穩肢的膽 就能力了 當然 哪能想到那麼多東西 是嗎 那麼 配腳方面 我就覺得那隻三號的這隻八卦 都值得留意 這隻馬 很多人認為他只懂得跑泥地 其實草地一千 他的表現都不差 其實之前草地一千 在三班都曾經跟當家精神 精彩用事近過回來的 但我們看回季內 初出那場 旁邊那隻就叫做蟲草成名 剛剛打敗了緊張大師 後面有主意 而且最近都入了Q 其實這組的對手 不是很差的 原來 看到巴道後來騎上去 這隻馬 不算說 有一點輕揉淡捨 我覺得 這隻馬年紀大了 就沒有以往 新的時候 火噴噴 超早這麼吸引 但是這個表現 它尚算穩定 是啊 反而泥地它不穩定 反而 它適應 它不是各種泥地都適應 那些泥姿 分有口有薄的 有乾有濕的 這隻馬 跑草地反而 時時都會近的 這隻馬 你覺得它 它不是那些短途快馬 急勁 以前不是 初初新的時候 它就出名 這隻馬 捉得捉不住 現在沒有這種動靜 也不代表它不好 所以 鑑於這隻馬 這次排個好位 排個好位 叫做 十二檔 是 夠速度的馬 排在這邊的位置 好一點的 排在近外檔這邊 加上有無險的 冬期怎麼都熱 極有限 所以 薄薄這隻 叫做 有些賠率的腳 另外一隻要留意 就是那隻龍藤飛翔 龍藤飛翔 這隻龍藤飛翔 上季都出過兩次 但是 它的表現 它是不差的 我們看上季 760的場次 亦是初出的場次 慢衝 我記者說 早段慢了一點 還有這一場 戰鬥英雄降班 動手非常之厲害 但是你看回龍藤飛翔 慢了好像 沒有龍那麼沒有 這樣一路打 有少少向外邪片 末段交21秒多的末段 旁邊 拿得交關都很厲害 好了 這輪都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雜事 那些事集還很吸引 贏錢 多多風雷電 這個雜 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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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馬來遮 這個沒有遮到 這隻馬操得不少出來 有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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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肌肉的 那隻馬 看上去 還有 那些跑肢都挺熟的 可以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馬房 它一向都不是很急進的 各思各法 練馬 沒有說對不對的 但是這隻馬 它又挺急進的 起碼覺得它有些作為 一出已經跑得好 再出一個去跑 你跑 也不差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國能騎這隻馬 出閘零尺慢 其他人試閘 又不慢 是的 一點都不慢 所以這次 換了個梁家駿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它這次 會放前一點 不會那麼差的 它又有試過鞠雜 但是上次 第二次都在沙田 跑了1200 轉回路程 可能沒那麼快 適應到了吧 不過我看回這個複蟹 大家都知道 是香港大族 Per in Canto 今季的銘記之心 都贏了兩位 很早熟的 這隻馬一定要跟著 還有一隻 之前都贏過這個路程 也是紅牆 唯一一隻贏過 是的 就是龍寶寶 這隻龍寶寶 這次 是 莫雷拉 你看看這隻馬 整天都很吸引 馬仔細細 它的跑肢都很急勁 在前面 後面那隻有緣人 他們一隻隻 都不是拍照的 完全都沒有關係 最近這一馬 都是越走越爽 狀態 就是到位 還有你知道 整個馬房的馬 都一直越來越好 開始 是不是 是 上季山 都會贏 今季四歲 正常就有進步 還有看上次 我打算他現在跑一千 早段禁錄 後來都應該追不到上來 最後追回第四 又真的不太差 贏馬那隻 年年有刑 都應該四班 三班 未必留得住 我喜歡這隻馬 他一馬上次 他就加了眼罩 加了眼罩 可能先試試 是的 很多馬房都喜歡試試 那些馬你不要和他心急 你觀察一下 很多馬房 可以先試試 那也不一定 上次試得不錯 這次你知道 雖然一檔 那些馬前面不是那麼快 但是我想排一檔更好 不會被人掩 不需要亂找位 雷神很厲害 跑一千直路 排在那邊檔 不理檔位 他時時有佳作 剛剛都有 共創繽紛的 跑得好 不過我們選擇 膽的話選哪隻 選擇 選擇惡馬 都是選擇草上飛 如果不行 就沒得說 到時沒有飛 大家執生 這場我們選了 九號的草上飛做膽 拖回三號的八卦 二號龍藤飛翔 還有十號的龍寶寶連贏 為至僑共六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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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